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K是時數 然後呢 這個函數 這個多項是它橫大零 那這個多項是我把它設成是二個字 它橫大零 那麼它問K的範圍 好 我們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的話是一個拋物線 它拋物線的話有兩種情況 可能K K它如果是大零的話 它頑口就向上 所以它有機會呢 整個函數圖形 都是在X的上面 在X的上面 也就是這個Y 有可能是全部都是帶的 你帶任何紙都帶的 另外一種形形是K 它是什麼呢 它是小於0的 K小於0的話呢 它往口向下 那往口向下的話 不可能整個函數 都是在X的上方 所以呢 這種情況不可能 所以只有這種情況 那也就是說 第一個 K它要大零 第二個 它整個函數在X上方 它跟X沒有焦點 那代表什麼 代表你令它等於0 沒有解 令它等於0沒有解 代表什麼 代表它判別式要小於0 也就判別式 得到X2 V0-4AC 4K平 這個要小於0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從它來往回來 我要把這兩個取交集 好 這小於0的話 這是4-4K 我兩邊給它除以-2 除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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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好 點檔過來 就K平方-1 叫大零 那這給它一十分解 K-1乘以K加1 那這大零 那這樣我就可以取到它的話 負1跟1 這是正 負正 那這大零 所以是取什麼 取這個區域 這個或是這個區域 這個兩個區域取連擊 不過呢 它要求K要大零 K要大零的話 所以這部分不對 只有這一部分 所以這兩個 兩個得到的結論就是什麼 K要大零 K要大零 所以答案是K大零 所以答案是K大零 我才可以為這位